我现在就觉得特别后悔 我就不应该这么对待这块金牌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很小 就是不知道拿了奥运会冠军是什么概念 我现在有点想想有点太不珍惜了 我当时竟然把奥运金牌就放在我的书包里放了一整夜 我是18岁进的国家队的集训员 然后19岁的时候就跟着队伍去参加浪运会 觉得一开始有点不可思议 这是小工 是小工 是小工 要挑我们的国家最好的事 不论公小五是第一次来的 都不陌生了 大家其他人也都帮你好吗 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我自己各项都不高兴 这样都不是很成熟 我一个青年队的小孩 既然能够去参加集训 我当时觉得非常荣幸 大家都在恢复性训练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有点吃不消了 姐姐们很轻松就能防起来的球 我觉得那个球好快啊 但是他们觉得球速不快 但是我觉得这个球好快啊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心态比较好吧 就是真的是一点一点去学 去看别人怎么做的 然后自己去尝试 好像就是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就能感觉到自己有一些进步 国家队的备战训练 我从参加集训的时候 我就觉得和地方队不一样 当时是去奥运会之前 确实是发了一些装备 我说去一次奥运会 居然需要这么多东西 当时去奥运村 我就觉得我好像第一次看到 一切都好新鲜好神奇 夺冠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很小 就是不知道拿了奥运会冠军 是什么概念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现在有点想想有点太不珍惜了 我当时竟然把奥运金牌 就放在我的书包里放了一整夜 我现在就觉得特别后悔 我就不应该这么对待这块金牌 因为当时就觉得很高兴很神奇 也不知道拿奥运会冠军之后 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变化 相当于刚出道就拿了冠军 因为那个时候我整个对球的理念 还有包括我自己的技术 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时候 一切都还是在一个上升的阶段 所以这个冠军来的早了之后 我觉得对我来说确实是有一些压力的 大家通过了大屏幕 能够看到共享宇了 从我自己来说 我当时的心态和我的技术 还不够成熟 这个奥运冠军这个头衔 就是来得太早了 对我来说 当时没有一个充分的心理状态 还足以去承受这个压力 所以出现了大概一年左右的这个平静期吧 小雨今天还是啊 就是追不下去啊 不行不行快了 没想到 也很担心自己是不是昙花一现 平静有很多的这种先例嘛 就是可能成绩拿得早了以后 我也会担心自己以后 是不是能够顶起来 有过很多很痛苦很挣扎的时候 但是也是一步一步就这样走过来 终于熬过来 大家好 现在我们刚刚练完 现在已经下午六点多了 哎 后面来来打个招呼 来 来 来 赵超宁 来 把妈妈把衣服穿了 好 好气散不吴气 他想凶我 把这个水给我带走 好 吃到我房间 好 小时候挺怕她的 我记得小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从青年 要从青年队去一队 是她选的我去一队 参加比赛 当时我记得是 有一天我训练刚下课 然后他把我叫到 一排一队的场地 他坐在那问我 你身高多少 摸高多少 你打什么位置的 就其实他是对我 应该是 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一定了解 但是他肯定就是 那是我们俩第一次说话 所以在我心目当中 就是留下来比较深刻的 你想这个教练好像有点凶 但是接触了之后 就觉得他其实 还是很和蔼可亲的 场下的话 经常也会开玩笑什么的 蔡导对我来说 还是比较非常耐心的 他从小的时候 给我指引一些方向 在平静期的时候 就是他其实是对我 起到一定帮助的人 东京失利之后 对其实我们运动员来说的 打击是最大的 通过那次比赛之后 我对我整个的 在东京之前的运动生涯 自己做了一个复盘 到底是哪做的有问题 哪里是可以再需要修改的 就可能是因为当时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也好 还是目标也好 可能是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说吃饭 吃饭的时候 电上可能就会放那个转播 我可能自己看着看着就吃不下饭了 因为一直就会在研究我的技术 这个地方好像还差一点 那个地方好像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适得其反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我好像突然顿悟了 正好那个时候在江苏女排是当上了队长 然后让我一下子把自己的视线变得宽阔了 能看到了另外一片自己曾经看不到的天空吗 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包袱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 还是想以冲击对手为主 因为从这个周期来说 我们场上也是大换血 从计算术配合 还有包括通过初剧比赛去锻炼自己 然后去锻炼队伍 还是想通过去年的积累 以及今年这一系列的比赛 希望能够今年能够闯教育会 我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员 我需要通过我训练 在比赛中展现我们中国女排的精神面貌 但是在私底下的时候 还是选择做自己 小的时候是很享受 现在是还是回归初心 觉得打排球是一个很纯粹的事情 小的时候还是追求那个爽感 就是扣球那一把子的爽感 扣一个球好爽啊 小学的时候就参加小学的那个排球队 我就觉得好有意思啊 就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喜欢 放学了之后会去学校体育馆打 然后等星期六星期天的 因为我们连运港市体校也有队嘛 就会跟着姐姐们一起去 哥南后面一起跑龙套 那个时候是真喜欢 你说那个时候也有跳高教练看着你了 然后你妈也想让你去试试 当时为了表决心就冲进了厨房 拿了菜刀 这是真的吗 确实是 就是很突然 好像看到那边有一把刀 就是把那个刀 从刀架上把它抽出来 我就 其实像是开玩笑一样 但是小的时候 因为没有做过这种动作 就给我妈可能留下了 比较深刻的印象 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害怕 自己真的会去练跳高 小的时候还是挺喜欢打球的 我就想以后能有机会进入审队 因为大概是到六年级 五六年级的时候 一般是初中 可能会有省队的教练会来选才 然后我就想 我就想 真的是很想去 有机会去南京去训练 那个时候万一真的去练跳高了 那完了 我确实是更喜欢打排球一点 所以那时是真拿了刀 但是什么也没做 就是拿了个刀 好像是有一次比赛结束了之后 我和袁欣悦就把侠戒给抱起来了 就那一次之后觉得好有意思 好像一个次次都这样 就是也是形成习惯了 我们三个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会叫你们三傻呢 我现在知道 我们三个太聪明了 他们总是喜欢说反话 你讲这歌啊 不是这歌啊 是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